3月24日晚上 引導政治揭露 大家好 我錄的那樣就是,3月24日的晚上 今天有很多散散碎碎的新聞 我數了很多單 其中の狄兹的 袁嘉 Valerie, 的時機博 ع� Ana 現在他們是47位 國安法中招的人 他就会把家里的物品卖走 里面原来有一些 是有色情意味的东西去做拍卖 我不知道香港法律要怎么处理 是不是可以卖这些东西的呢? 为什么泛民的道德是这样的呢? 除了袁家卫之外 杨明、李宇軒和蔡玉玲有三宗案 我觉得三宗案 有蔡玉玲和蔡玉玲 李宇軒就简单些 但杨明那宗应该多些时间讲 我觉得也挺离谱的 另外沉感成 原来是汉奸 我觉得稍后会再讨论 闪师傅有一个立场 我觉得也很支持 我们先讲正经的意思 先讲正题 请大家订阅何志光有仇必记的频道 分享留言赞好和按铃铃 也请你留意会一天的12点和8点 也请你 看看我有什么钱出 也要留意你的订阅和铃铃 会不会不见了 入正题 买完广告了 其实呢 李宇軒丹案 先讲了 没那么复杂 李宇軒案 其实就是贷取三条罪 即是有头两条都是那些 勾结外国势力的罪 但原来他在这位人兴 原来是一个恐怖分子 因为他2019年 就收藏了一些 毛牌管有的 2020年8月10日 在沙田希尔顿中心 一个单位毛牌管有 232枚 使用过的催泪弹 和7枚使用过的海绵弹 38枚使用过的橡胶子弹 当然啦 我又会说 你又可以说 哎呀 这样可不可以说他是恐怖分子呢 但是他收集这些 催泪弹 海绵弹 或者是橡胶子弹 我不知道会不会有非法用途的 我不知道这位人兴 会不会有能力 将这些用过的 一些警方的器材 会不会研究一些 事情 去做一些恐怖活动 危害 危害社会的安全 因为 其实既然禁 已经是一个违禁的药物 就是违禁的弹药 就算用警察用过也好 你都不应该保持 就是你去保持 会不会 都会对公众构成一些危险呢 其实原来 这个是恐怖分子 他不止文书上 是勾结外国势力的 李宇軒 就是现在 正在进入 无论如何也好 都不能保释 因为他逃走过 另一边 首先 我们前两天提过的 周恒彤 支联会的副主席 就说十二港人关注组的身份 但这个所谓的大律师 原来是一个黑暴分子 他说 哎呀 怎样没有人权 任何国家处理恐怖分子 都不会 哎呀 那样样东西没有防备的 现在他是在鸡蛋里飘骨头 现在那一天就说 哎呀 李宇軒联不到家人了 很不人权啊 他是一个 一国勾结外国势力 甚至要导引其他国家 制裁香港的人 勾结黎智英 勾结Mark Simon 刘祖迪 刘祖迪 这些都是 很危险的人 现在刘祖迪都跑到英国了 刘祖迪就 喂 那你 你支联会 是不是一个恐怖组织呢 因为你是站出来支持恐怖活动的嘛 如果支联会是恐怖活动的 我觉得应该取替的了 就是你可能是 你挂名没东西的 实质上你支助恐怖活动 是不是 就是我 不要骂那么多了 这个又要很多其他东西 另一件事就是蔡玉玲丹案 蔡玉玲丹案也不复杂 就是说 其实就是说 他究竟他做的行为 跟交通有没有关系呢 因为其实他要拿一些 721那些白衣人那辆车的资料 你拿完之后 你是做了什么呢 我拿完之后 你是拿着 你直接知道他的地址 就上去 那些 那些 上属的车主的家 去扑在那里拍他嘛 那我认为 蔡玉玲的行为 基本上 现在是表证成立的话 我就要观察法庭怎么判了 如果法庭放山他 说不入罪 表证成立 但是可以不入罪的 我试过 是不是 表证成立 可以 没有懲罰的 那香港这些的法官 究竟是怎么做人呢 我们就密切观察了 因为 现在 始终的裁判官就认为 基本上表证成立 就是说 你去做报道嘛 你上去别人的家里嘛 讀别人的车主嘛 是不是 就是你做起底 现在香港这些 运输署 如果是 运输署及房屋局 陈凡的 麻烦你管好一点 运输署有很多黄尸的 大哥 那些黄尸就是 抛旧东西出来 你够胆的 就可以起底了 是不是 设计系统 你乱搭 这样就搞定了 其实蔡玉玲这件事 当然是过境迁 是不是 香港现在没有黑暴了 你 拘捕了蔡玉玲 跟着 告他入罪 只是影响着未来 但是我觉得 亡羊宰奴 都比没有好 其实如果蔡玉玲这件事 如果不入罪 就是说 法庭 发布一个 给公众的观感就是 哦 起底是无罪的 这个呢 我们等到最后判决 最后 这个法庭案 就说了最后一件 杨明 杨明那件事 也真的值得谴责 所有的事情 杨明又认了两条罪 一条罪就是 他的玻璃 就不透明 就是说 天加了 你不透明就犯法了 接着是不小心驾驶 接着有一条罪 告他拒绝 嫌有没有喝酒的那些 就告不入的 现在的问题是 因为他认了那两条罪 竟然那个裁判官 邓少雄 竟然就说 哦 你认了罪 就还押 还责 后判 就是先进去坐牢 但是杨明 就是表面说 是不是罪嫁呢 不要管了 就是他这个交通事件 他没有伤人 没有说 没有说去制造 有什么人命伤亡 为什么要还押呢 清雄呢 那个律师替他辩护的时候 可能清雄就叫他 你不小心驾驶 你认罪是正常的 是不是 你真的加一辆车 驾驶得不好 你有问题 如果你驾驶得好的 就不会被警察追你了 是不是 那你认不小心驾驶很正常 是不是 你认你的车 你添了车 不够救命 都是有不对 但问题是你认罪之后 法官 竟然就是 一宗 我觉得颇为鸡毛蒜皮 因为没有人死 为什么你要还押呢 我说回昨天的案子 欧乐軒 被这些又是裁判官判 他是集警 拿个喇叭在黑暴场合 去推警盾 然后喇叭冤伤了警察耳朵 竟然 去做一些这样的行为 仍然是可以 在裁判官第一审的时候 是不用坐牢的 只是社会服务令 杨明只是不小心驾驶 竟然就是要橫押 逼他先坐一坐 清雄的律师也是很聪明的 他就说 他说他自己错误引渡了杨明 认罪 所以现在 他就说 喂 杨明现在是推翻他的认罪 是因为我出错 他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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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我出错 所以 现在 因为我的出错 叫他认罪 他就不认罪 他就由头审过 由于由头审过 就发回重审 我们听到整件事 邓小雄是否一个黑暴犯 没有什么黑暴犯 为何习警 昨天说的那个 有个叫什么 佳琦 即可谓的裁判官 他 梁佳琦 梁佳琦 习警 都可以 不用坐 不小心隔壁 就二环压 是不是很需要量刑委员会呢 我觉得是的 這件事我覺得瘋狂的 很明顯那個鄧少雄我懷疑他是黃絲 因為楊明經常以警察形象在電視劇上出現 現在就逼他做監彈 打擊楊明 要破壞他的形象 很小事而已 為什麼要逼他坐牢呢 原來是不是你鄧少雄 這個裁判官你很不妥 李宇軒現在是橫押呢 你很不妥 47個犯國安法的裏面 有11個可以保釋 現在有30多人是沒得保釋的 你替我36個沒得保釋的人 你去報復呢 鄧少雄你的政治立場是什麼政治立場呢 如果香港的司法這麼亂的時候 那怎麼辦呢 我講一講閃師傅的看法 閃師傅就一次過討論我們最近講M家的問題 好業空空 他就說其實 很多的法官 很多的公務員 現在他們是沒有枉管的 現在政府很多時候都是很卑鄙的 政府就說已經按既定程序去處理 既定程序就是 你林鄭 你委任陳耿誠去做藝法局 你委任陳耿誠去藝法局 藝法局就說 喂 M家這樣買一些藝術 任你買 一億七千七百萬 就去買一些垃圾 買一些舊傢俬 壽司巴的舊桌 舊燈 是不是啊 可道之千五萬啊 然後呢 甚至有些是垃圾來的 一個盒 就說藝術 但裡面全部都是垃圾來的 廢紙啊 那類的東西 一堆廢紙為什麼有什麼藝術性呢 喂 藝術你不懂的嘛 我陳錦誠 陳錦誠說認識嘛 那裡面究竟 是不是利益輸送呢 唐英年啦 陳錦誠啦 原來這樣拉一條滑鬼腳 唐英年 陳錦誠 原來跟李柱銘都很Fan的啊 是不是啊 原來大家通的啊 那現在問題就是 我寫了個帖文的問題 林鄭為什麼會委任 一個漢奸 陳錦誠 去做藝法局呢 如果林鄭是愛國者 為什麼會委任漢奸 在一個管治架構裡面呢 如果你說立法會選舉有漏洞 現在中央去堵塞漏洞 但是林鄭她的委任本身就是漏洞 林鄭就會主動委任漢奸 去管治我們香港 你李柱銘是公認漢奸的嘛 就是沒得爭的嘛 那現在問題就是 現在香港每一個各行各 每一個部門都很多這些亂來的東西嘛 你看勞工署 是不是啊 勞工署呢 她就經常找歐錦棠的港獨份子 找些港獨藝人去拍廣告 盧密雪啊 歐錦棠啊 是不是啊 就是你經常政府的公帑呢 就輸送給那些港獨藝人啊 黑暴分子啊 是不是啊 就是我 我其實呢 講起勞工局 我本來不如講 但是都騙了 我剛剛呢 有個朋友呢 給我看一套片 其實都挺憂傷的 為什麼憂傷呢 就是在香港仔呢 突然間呢 發生了一宗案件的 就有位的女士呢 周街被人搶劫啊 就是我覺得是很 是挺傷感的 為什麼會周街搶劫呢 是不是啊 就是為什麼會搞到這麼差呢 香港 真的 喂 你幹什麼 好奇怪 我本來想給你一條影片 我給不了 有時候我真的失靈 Facebook那些 但不要緊 問題就是香港人窮 香港現在的官員是沒有往管的 你派錢 你派保就業 就保了僱主 那個僱主繼續聘請人 但最後僱主拿了你的保就業的錢 就是交租 你是保業主和僱主 你分了三千億之後 現在香港的勞工被人去解 解僱了 憑無納追了 那怎麼辦 原來憑無納追的結果就是 搶劫 終於我找到了 香港人 周佳祥是香港人 林鄭這個政府 中國說在2020年盡量扶貧的時候 你就用羅志剛 盡量扶植地產商 白街為康 為什麼會收資助 幾千萬 他生意多了 沒得爭的 但現在要搶劫 大哥 到處搶啊 強行搶 搶過阿婆 搶了 搶了些東西就走了 即是你香港政府 究竟有沒有外國人在裡面 運作呢 其實我覺得很多問題 閃師傅就說 不如你把什麼審計署 廉政公署 放在一個部門 叫監察委 或者監察署 什麼都好 就要做監控 看完法官 看完公務員的行為 究竟有沒有私相授受 你那些法定機構都要去監察 現在香港就是沒有網管 廉政公署廢的嘛 你M家那樣 究竟下街里 和希黑 究竟大家和他的女兒 和唐英年 有沒有 當中裡面 食回湧的呢 不知道的 不知道的 你現在沒有 一句說藝術就亂買 另外 阿倩師傅嘟嘟 任審柱是邱騰華的 現在M家 有很多裸露的展品 那樣東西 可不可以 給我們香港人公眾展示呢 而且用這些裸露的東西 會令到 醜化中國的 即是有些變態鬼佬 喜歡那些人摸衣摸褲呢 但現在他把那些摸衣摸褲的東西 賣給 藝術館 即是說我們香港公共運作的博物館 而那些 裡面的什麼 西九管理局的人 全部都沒有所謂 有陳錦誠啊 有唐英年啊 原來他們都是通理署名的 原來他們都是通理署名的 沒有時間了 罵不了那麼多 剛才說 說袁家衛的 袁家衛說兩句 袁家衛呢 袁家衛呢 他坐牢的時候呢 窮喔 那這傢伙呢 就決定呢 就去把他家裡的假洋具呢 拍賣 即是有很多假洋具啊 即是他以大雨房的形象出來 那現在呢 他很喜歡用很多個洋具 假洋具 那大家呢 等你買 泛民就是用這些東西 這些呢 就是天使咯 雞咯 但是他打算選立法會 即是其實呢 你基本上呢 那些外部勢力就是 你等於艾眉眉而已 艾眉眉走去天安門廠場 自己一個肥佬脫了衣服 那就嘩嘩嘩這樣啦 胸口寫一個 FUXK這樣 說粗口這樣 又或者找個女人 拉一條裙子 一會兒露點啊 是不是 你就 將淫慧的東西 去污衊 我們國家的神聖的象徵 是不是 立法會應該莊嚴的 你找個 基本上類似AV女優的女人 等她選贏了之後 她不是在立法會講假洋具啊 她怎樣享用啊 那她直接說 哎呦我又港獨啊 又喜歡玩假洋具 去侮辱你的立法會咯 最後呢 選改就是阻止了這些 惡劣的事件發生咯 所以我撐 撐真的 人大做政改 先說到這麼多